大家好,我是演员彭小冉 其实它们两个是反差非常大的 然后我觉得对于逆桑鱼来讲呢 最大的难点在于它出场的篇幅非常少 然后怎么样在有限的篇幅里面 抓住观众的眼球是我着重要去考虑的 所以在人物塑造的过程当中提前做的功课里面 我也在想说它的前史是什么样的 它的人物前传是什么样的 就可能大家没有在剧里能够看到更多的篇幅去讲 它的人物底色为什么会这么封批 然后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很偏直狂 我希望在我的演绎里面 是能够把这些人物底色演绎出来的 在一出场就能够让大家 把大家的情绪带入到这个人本身的性格上面去 就是这种封批的 然后对于季曼来讲 她难点就跟聂桑鱼恰恰相反 她的场次比聂姐多太多了 那么怎么样在就是处理她的人物的连贯性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有足够的动机 足够的理由去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没头脑的 而不是没缘由的 你比如说一开始 她为什么一起来失忆之后 她会相信自己是聂桑鱼 就跟我们喝酒断了片之后 第二天别人说 哇你前一天晚上做了多么荒唐的事 但是自己不记得没关系 你架不住别人会给你回忆 当别人回忆的时候 人家带着人证权出来了 你看你之前做过的你把谁肩上烫了一个疤 这人就在这疤就在这了 说你看你对这个下人多么不好 你看下人现在见到你 每一个都怕得要死都夺你 恨不得十万八千里 你看这个你之前在府里什么样 大家对你又是什么样的印象 这温依娘也被你捅了刀子 确实人也被捅了刀子 就是这些都是有真真切切的人正摆在这 人都在这了我也不能不信了 但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还会说我好像真的是这个人 但是我不能再这样了 我不管我以前是怎么样 我不能再这样了 所以对于这两个角色来讲难点不同 然后所以对我来讲 之前做的功课也不一样 一个是要解决说怎么样在有限的场次里面 抓住观众的眼球 然后同时去告诉大家 可能没有那么多篇幅去描述他的性格的底色的部分 一个是说怎么样告诉大家 他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动机的 因为这个做了后面这个 因为后面这个又发生了再下一个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两个角色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我做的功课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这是一种很新的古装剧 然后你会看到不管是现在很有讨论度的运镜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美术之景都很心中视 或者是我们在剧里的很多剧情的桥段 它的梗都很现代 拍摄手法镜头语言也很现代 不同于我之前拍过的所有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我 接这个本子的地方 也是让我对这次拍摄记忆非常深刻的地方 另外一个呢就是 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 大家会觉得很轻松 然后会很有共鸣 不管是对根继曼也好 聂丧云也好 侯爷也好 每一个人物 其实我们的副线也都非常的好看 我们每一对CP都是这个很有梗 然后也很有意思 所以大家会看到 你总会在这个剧里面找到 你有共鸣的那个人物 我觉得还是会给大家一些启发和思考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真的很快乐 它是一部非常快乐的戏 虽然唐中有玻璃渣 但是还是可以喝到甜甜的糖 我的搭档和导演 然后我们可以很默契 很在同一个频道 我们又很敬重彼此 我觉得这样的创作氛围 会让我非常的有安全感 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上 我是还是一个挺注重细节的人 所以很多细节我都特别想去照顾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是一个挺操心的人 就平时比如说吃啊喝啊 这些东西我都还挺操心的 所以是个挺操心的 我觉得里面可以穿的凉快一些 但是外套就可以百搭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里面就穿了一个吊带裙 然后外面就穿了一个牛仔外套 如果我白天热了在外面了 我都可以把外套脱掉 在室内可能有点冷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外套穿上 当然还会有很多的外搭 比如说可以搭一些短款的这个毛绒砍加 也可以去尝试比较美式复古的这种运动风 我也挺喜欢的 就因为咱们今天有采访吧 所以一般我自己在出去见朋友的时候 都还以休闲为主 很少穿裙子起手 最近单曲循环的就是春归的插曲啊 包括片头片尾曲 比如说刘雨宁的《长相诺》 还有就是单依纯的《倒映的微星》 还有刘希君的《淡血》 这些歌都很好听 大家快去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着你不负此宣传 想弄 作品呢 有一个是叫《画梅》 一个反客时期的谍战戏 还挺期待 到时候看看大家 如果看到有什么样的评价 的衣服 是这里咨诶 Et器 还有呼喚整公司观众 每一本美元漂亮 Rev Daten 前臣全市湖消畿电脏